最近花蓮南区大雨不停 行车还是要特别小心注意 在台九县玉里段8号晚间发生起死亡车祸 69岁于姓男子骑乘普通重机 从新国路左转城南五街时 被对象车道开车往南行驶的 29岁潘姓男子给撞上了 撞起力道猛烈 不仅波及停靠路边的车辆 于姓男子也被撞得当场就失去呼吸心跳 送医急救之后还是宣告伤众不知 大雨不停落下 马路上只见一阵强烈白光后 山车就撞成了一团 从另外一个监视器角度 可以看见机车骑士与自小客车碰撞的画面 触目惊心 巨大的声响附近住户也纷纷出来查看 就看到听到碰一声而已啊 很大声吗 很大声 那时候上次怎么了 伤者就躺在那里啊 哦哦哦 对啊 动也不动啊 这样子啊 那是男男女的 男的 8号晚间 台九县玉里段发生这一起交通事故 69岁的于姓男子骑乘普通重机 从新国路左转城南五街时 遭开车往南行驶的29岁潘姓男子撞上 而猛烈的撞击 不仅波及到停在路旁的一辆车 机车骑士也被撞得当场失去了呼吸心跳 经消防人员送医抢救后 仍伤众不致 就了解于姓骑士当时正准备返家 而潘行驶驶则则是下班后打算返回官邻住处 不料两人却在这路口发生碰撞交通意外 警方表示双方皆有正当驾照也没有酒驾 而至于车祸发生的详细原因与罩则 警方目前也正调查中 接着是玉兰玉立正采访报道